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兰花在上盆前的触根方法就是进行戳根 那么在上盆之后如果不需要换盆那么怎样触根呢 今天就教大家四步触根法方法很简单 首先第一步准备好适量的清水 然后呢用这个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枚泥临 与清水来按照比例对水稀释好 将它完全溶解之后 我们再将兰花整盆放进去浸泡20分钟 给土壤进行全面的杀菌工作 等过20分钟之后呢再取出来 给它盆土大量冲水 将盆土里面多余的这个药液的全部冲洗掉 那么我们再进行第二步就是补菌 因为刚刚已经杀菌 这个时候补菌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个南宁王对水稀释200倍 给它灌根来补充质量里面的有益菌 既能够促进生根又能够提高发芽率 一般呢我们是一个月浇灌两到三次就够了 第三步就是用零双生甲稀释1000倍 给它进行叶面喷湿 七天喷一次连喷三到四次就够了 如果没有零双生甲 不用也没有关系 但是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第四步也就是最后一步 就是一定要给出光照 只要温度不超过28度 尽量多晒太阳 有利于叶片进行光合作用 也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做好这四步 你的南花才能够多发芽发壮芽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